因為剛剛有講到那個圖文漫畫 所以我們可以來講一下這個 在國際年來啊 因為就是剛剛講到霸函 經濟起飛 然後讀者的年齡層也都提高了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圖文漫畫就像剛剛講的 像網路型的作者也好 或者是說像網路型的作者也好 就是在畫給大人看的 或是題材更深一點的作者編讀 所以他們也跟上國際上了一個新的潮流 叫做西方世界是用Graphic Novel這個詞 那我的翻譯是翻成視覺文學 其實就是用漫畫的方法在畫給成閱讀的內容 簡單講是這樣子 那他為了要跟以前的漫畫的搭訣都是小朋友看的不一樣 所以他就換了一個名字 所以像這本Writer 他其實就是像泰國人的文學 就是說印刻這樣子 他就專門在做文學展示的 但是他就有一起專門在做這些圖文的 是有文學作者 就是現在泰國的比較一線的 然後可能畫的東西 稍微有一點深度的作者 那當然他因為他比較是文學展示 所以他的字是比較多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些人長什麼樣子 還有他的一些作品 那有一些人的作品我們接著 譬如說呢 我們先看那個 先看Wisup 現在泰國 剛剛講到泰國 現在流行小青星嘛 那泰國現在小青星的教主之一是 Wisuponimi 那Wisuponimi的話 其實 有在看日本流行的人可能會知道 就是這幾年 不是有一個有名的攝影師 也有來拍台灣 叫做川島蕭鳥 知道嗎 他有跟川島蕭鳥合作 然後他是留日本的 所以他在日本的時候 也常常畫插畫 那所以因為他的這種日系 然後有點獨家瘋的風格 大家等一下看就知道 這個東西比較 比較好 但是就是比較可愛 然後淘寫 然後畫貓啊 少女啊 各種可愛的感覺 然後他的筆法比較粗獷 因為是比較 藝術大學的路線 比較不是真的是那種很精緻 日本漫畫的路線 所以就是他現在是小青星這樣 他甚至 出了一個周邊商品 而且不只是 什麼杯子啊 電板什麼的 他出還做女性內衣 超酷的 就是有非常可愛的 對 就是內衣場上跟他的組 所以就是知道他多紅 就是 然後就是 然後這個的話 這個就很有趣了 這個是 呃 他 因為他現在很紅 然後他回國以後 他當然會有很多文化圈的朋友 那這個 這個出版社叫 Typhoon Books 那這個 Typhoon Books的創辦人 長這個樣子 對對對 我有採訪 是一個酷哥 這個家伙也是留紐約的 然後而且搞Bank 然後是泰國的村上文書 超級無敵紅 然後大家如果有在看泰國片的話 可能會知道有一部片叫做 宇宙只有我和你 沒有 有人看過嗎 沒有 大家可以去查看 蠻好看 就是 很像 很像獅之欲和那樣子的 調調的 然後 就是劇本就還爽 就是所以他其實是 非常有幻想力的媒體圈 很重要的 然後他當然也是有點架式背景的 那總之就是 就是像這樣子的 的摔酷哥 就是他就是後來他也 自己強烈出版社 那除了翻譯一些西方經典 或者是當代的小說 或是社會科學類的東西之外 他也做漫畫 那他就是 不是做傳統嗎 就是做我剛剛講 他就是做思學文學 所以他的漫畫展示 長這個樣子 甚至不是那麼像漫畫展示 那 排版之外 當然裡面包含收的東西 就會比較Hunderground 比較Indie一點 然後包含他的作者的風格 然後當然也會有一些小說類的東西 所以會覺得 這個東西就非常 非常草根 就很像獨立刊物 那這本也是 他甚至會介紹一些西方的 現在正在做什麼 或者有些 像他有介紹一個 蠻教養的美國作者 現在畫Berlin這個系列 對 那 反過來 當然也會有流行性的作者 譬如說 剛剛大家都看Aday Aday 他其實也是一個出版社 那 他除了雜誌線 還有剛剛的美隊看過 他演作書 那除了小說之外 他也做漫畫 那 他的書系就叫A book 那這兩本 就是Aday的書 書系的作者 那 大家如果有發內容 就知道 這個應該看就知道是同一個作者 然後他這就很像 我們現在會比較看到的 臉書系的作者那種 比較有點搞笑阿 然後有一點成了 社會幽默阿 諷刺阿 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當然也可以從這到 就 感覺都會看 然後就 但是 當然流行的青少年的部分 當然不會少吧 因為 剛剛講到他們原來就有 他們自己的貓仔傳統 雖然說這幾年當然也是日系的人 會進來很多 但是就是他們的泰國作者現在 因為技巧也好 或是因為現在 匿藝術大學的人 也越來越多 所以說 投入去做創作的人也越來越多 那 像這本就很明顯是畫那種 科德風 像吸血鬼 系統的那種 像這幾年有目光之神 什麼之類的 那他就是很日系 文化的感覺 然後作畫超級精細的 大家可以看 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 很微美就是了 如果有人喜歡那種 比較 fantasy風的 像 iVolk的 魔界類的 或者是這種 企業鬼系統的 應該就會覺得哇 他真的畫得很厲害 那另外這一本 這個 Nest Comic 這個是 另外一個泰國比較 比較重 是本土創作者的出版社 所以他這一本裡面 全部都是 本土泰國作者的 創作作品 的合集 有點像是 我剛才知道到底是多久出一集 但是他就是 非常非常多集在出 那 因為他比較綜合 所以就會看到說 現在泰國的所謂的年輕人 很像 國高中生他們在看什麼 他們在流行什麼 然後 然後他們現在的 除了插畫動漫畫以後 他也會爆一些 比較是流行的題材 的東西 對 那 比較文學一點的話 剛剛的那本 那個 Writer裡面 前面有介紹到的 一個作者是這個 RG9 如果大家有在看日本漫畫的話 可能會知道 有一個作者叫做 松本大雅 然後 我覺得他就很像 泰國松本大雅 他是比較反叛的 然後有 赤子之心的 然後畫 神神的世界 或者是青春劇 可能是像 也許 也許是 就像九把刀 或者是像最近在看 什麼那個 什麼 我的少女時代那樣子 但是他 但是他做的東西 會更失意一點 對 然後 就是他如何用他的 筆觸 他的筆觸也比較不像 一般日本漫畫的感覺 就是 用一點套色 然後那個 那個筆法 是很像牽制 比較 比較鮮細的畫法 所以畫風也很好看 他的創作 他的創作也蠻多的 那 每一本風格舞台一樣 對 你可以看一下 是